新TVB港剧五大部老花旦人气高,古装vs现代照都是那么美。 在热播的《宫心记二身宫记》中,你喜欢谁? 一场属于女人的宫斗戏,自然是精彩无比,先不看无庸置疑的演技,但看她们的颜值都觉得够了。 而比起《太平公主》陈伟、李隆基之妻胡定心,我觉得戏粉更耐看地当属着五位不老花旦。 在《深宫记》中,由一姐谢雪鑫带领了四位花旦,张慧怡、张文慈、罗琳、康华,饰演剧中上宫局的关键人物,彼此之间存在勾心斗角的她们,可谓个个都是演技派来的。 据透露,接下来《深宫记》很多戏份,都会围绕着这五位来推动关键剧情,这给该剧带来了很多精彩,毕竟女人的宫斗戏,大多时候更需要有演技和资历的花旦来担当。 剧中第一女主角胡定心与之相比,终究还是太嫩啊。 虽然剧中争斗无数,但这五位生活中可是好闺蜜。 去年从《深宫记》开拍之时,长期需要混在一起的这五位,感情是越来越好,经常各自好吃的好喝的一起分享,拍戏也是变得越来越默契,而65岁的谢雪欣跟她们混在一起,仿佛都变年轻了很多,不过心姐一直都很有气质啦。 日前,港媒曝光了五人的受访近照,真觉得她们不仅服装好看,生活照颜值也是没得说啊。 这样一看,你们更喜欢谁啊? 小编我啊,可能更喜欢的还是有不老美魔女之称的罗琳姐,她笑起来有种接地气的美,很吸引人。 但同时,穿起轻松的白裙装也是可以那么高贵大方。 而现年已经65岁的新姐,欲姐气质是上世纪她出道时以乐剧名领的身份培养出来的,越看越耐看。 亚氏小花出生的张文慈,和当年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金未来没有多大变化,颜值如初。 一向在TVB多部港剧中都是出演反派的康华,在他们之中就是一名小妹妹,小编就觉得当年她应该被力捧啊。 张慧仪平时除了忙于拍剧之外,大多时候都是照顾自己疼爱多年,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养子,所以她平时都很少出席公开活动,作为妈妈不容易啊。 现在TVB有这么一批颜值,演技都具备的不老花蛋,港剧继续崛起完全不用愁。 。